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破了景线位置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个头部哦 还可以比较乐观的来看待吗 我们赶快邀请到是巨洋投顾的资深郑奇双分析师汪海华 海华哥你好 亦华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海华哥今天第四根的黑K棒了 虽然说今天算比昨天强势很多 因为有拉起来嘛 但现在还是创了一个波段的低点了 要怎么来看最近的指数 好没有问题哦 因为我们在早上有跟三立新闻做连线 我昨天就讲了哦 昨天的情况 昨天是一个多头最容易下跌的一天 早上连线的时候就开始讲 今天的多头会比昨天强 明天的多头又会比今天强 果然今天就是开低 然后呢 往下杀了以后 留了可能差不多60点的下影线 代表昨天沙盘以后今天 国安基金要退场的利空消息 它淡化了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我们今天的氛围 我们再来跟之前很多的例子可以去做比较嘛 大家都很怕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做期货 你早上你要知道一个氛围 好 回到我们身上 早上的氛围是什么 早上的氛围是昨天外资大卖 然后呢 期限货两个大卖跌了一百多点 好 跌了接近两趴 新闻 全部的新闻都讲 国安基金要退场了 好 因为官员证实这件事情嘛 4月12号开会 然后呢 所有的资讯 媒体 报纸 网路 全部都讲这件事情 加上给你看了一个长黑K 今天的氛围就是会 很多的散户会围绕在这个 哇 国安基金要退场了 趁它没卖之前我先卖 今天早盘其实开起来蛮强的哦 然后呢 开始往下跌 跌到最低点 很多人错杀了 我个人认为 很多人错杀了 然后呢 后面往上拉抬 基本上快到收盘的时候 台子旗翻红哦 所以很多人都会被这个氛围所吓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K棒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认为明天的K棒会怎么走 这个是日线 刚刚一华讲到 已经连续四天黑K棒了 可是你要看到一个重点 不要被这个环境所骗 不要被他吓到 因为这一根才是真正国安基金退场 影响台北股市下跌的最重要的一根K棒 好 昨天是这一根K棒下跌 今天是很多人后知后觉 看到了新闻 杀了一个下影线 好 这边 有什么例子可以跟他比拟 好 我们先回到我们身上 国安基金用来是互盘的 好 现在退场变成 好像国安基金是用来杀台股一样 好 造成台股往下重挫的 最主要原因结果是国安基金退场 你说这合乎逻辑吗 好 这当然不合乎逻辑 就像当初我就讲 选前已经很明显了 蔡英文会当选总统 大家还是怕啊 我说当他当选总统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没有人会在乎台湾是谁当总统 国安基金退场是4月12号开会以后 不再互盘 不代表说在4月12号 不再互盘的时候 马上要把所有的股票给卖掉 这是一个消息面引导哦 所以你要去想清楚 消息面引导的情况下 它就会淡化 它不是一个经济因素 它不是一个景气持续趋缓 或是这家公司的营收 持续的下降 如果是这样子 当然它会持续往下跌 可是国安基金互盘 完全只是一个消息面 就像这一天一样 这一天是美国叶伦说 不升息 这也是一个消息面引导 对不对 大涨 隔天 跳空开高 往上拉抬以后 消息面淡化 开始重挫 所以我们当时怎么做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多单 隔天连线的时候 我说今天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这里把你的流仓多单给出掉 果然出在最高点 然后呢 开始往下跌 昨天我在节目上面讲 我说这里 这根黑黑棒 你要多小心 就得多小心 保守 保守再保守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昨天尽量 你如果要做多 以小台为主 尽量不要去做单 昨天我在节目上面这样讲 在联系的时候也这样讲 我说今天 你做多 你可以大胆一点 你可以布局多一点 有没有 因为这个叫做 利空消息的 顿化 叫做淡化 昨天这根黑黑棒 之后呢 今天再跌下去 我说盘中 你要注意 台积电 以及一些 基优的金融股 如果有止跌的迹象 它就有可能 会止跌 那明天呢 明天是不是利空再淡化 明天如果利空再淡化 是不是就有可能 会出现一个 红K棒 是不是跟这个 相反来看就好了 这边是一个大利多 外资大买 然后呢 隔天开始大卖 我就说这边是一个大利空 可是都是消息面的利空哦 这边外资大卖 卖完以后 收一个下引线 明天会不会开始起涨 如果你以这个反则来看 明天收一个 红K棒的几率 是最大的 所以我说 这三天来看 这一天 一天会比一天强 有没有 这一天跌了169点 今天实际上 看起来好像跌很深 实际上 它是收了一个下引线哦 今天只小跌哦 明天有可能 逆转胜 只要美股不要 出现一个超级大跌 只要美股小涨小跌 我觉得明天收红K的几率 都很大 这是我对目前盘式的一个看法 有没有 台积电 我就说台积电 直稳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台积电 它就是原本互盘的要角 盘中在这里 原本跌下来 盘中在这边 11点左右 开始拉到平盘 到最后几乎收在最高点哦 台积电直稳了 富邦金 金融股今天当然还是一个沙盘的一个重心哦 可是你看 有业绩 有基本面的金融股 它已经率先翻红了 昨天台积电跟富邦金外资都大卖了15000张哦 今天两个都逆势 再往上走 代表它具有 已经指稳的一个迹象 好 再来看一只大立光 大立光平盖股 连续两天收一个红K 回到我们身上 所以很多人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现在 造成这 两三天下跌的原因 不会是因为美股下跌 因为美股 昨天的上涨 已经把原本我们在修饰期间的跌幅全部收复了 还是上涨哦 代表最近的恐慌是因为 完全是因为国安基金要退场 所以我说这个是不合逻辑的 国安基金原本是互盘用的 现在要退场了 反而造成台股往下跌 然后呢 破底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它只是一个消息面的引导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用我们的指标 你要怎么来操作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指标 操盘一哥 的一个指标种类 我说我的指标种类有 有四种 我想我当初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把它 全部的盘式都能够掌握到 顺势指标 盘整指标 以及两个乖离指标 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指标设计到 把每一个盘式都能够掌握到 上个礼拜五 我们从上个礼拜五看起好了 我们的指标 差不多在多少 8690左右翻空 绿色代表空头走势 一般的指标告诉你空头走势 然后呢 没有任何的叫你回补 或是没有叫你 如果你错过 没有办法再进场 对不对 假设啦 如果你有一个指标跟你讲 在8690空 你当时没有办法去做到单 没有做到单的原因当然很多 跌下来怎么办 对不对 你的指标可能就会告诉你 你应该在这里空啊 可是你看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没有办法进场 我们的指标会告诉你这里 8639 反弹上来 我会告诉你 有一个压力价 可以在这边再去把它空回来 空回来 你要不要回补 对不对 你要什么时候回补 难道是要再转成红色的时候再回补吗 当然不必要 有获利的满足点 有没有 这边8639跌下来 跌到剩下8539 已经100点的价差了 当你平仓完以后呢 反弹上来 这才是两天哦 两天已经出现 一二三个进场点哦 在昨天 长起来指标告诉你 8488 这里又是一个空点 8488又是一个空点 然后呢 今天长上来 8470 是不是又一个空点 好这条线 就是昨天的8488那条 延伸过来 8470 还是一个空点 然后呢 在这边乖离 再回补 有没有 连续三天 跟你讲 三个 空点 以及 回补点 好 这就是我们指标的一个东西哦 另外我们有一个叫做操盘一哥的线上教室 好的 我们每天早上会在这边跟大家讲 我的一个看法 是不是跟早上连线 跟以及现在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今天国安基金退场的利空 效果会减弱 盘中观察原本互盘的要角 台积电 就是你盘中 你看到台积电只稳了 你是不是可以在最低点那边 找一个点位去做多 收的60点的下影线 你就可以把它给掌握得住 原本互盘的要角 台积电跟金融族群 富邦金 只跌哦 只稳的话 代表利空已经顿化 做多就相对的安全 我刚讲了 11点钟台积电 由跌翻到平盘 这个时候 你做多相对就安全了 然后呢 coaching会员 盘中直稳的话 你做多的部位 可以比昨天更大 更积极 盘中直稳的话 做多的部位 可以比昨天更大 更积极 好 回到我们身上 我觉得我们做头顾老师的 我们真的就像丁超老师讲的 因为我们做头顾老师 我们要不断地去进场 可是我们在不断进场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看法 我们也会有一些担忧 我们能够提供给观众朋友 提供给我们会员的 我只能跟你讲 昨天你就尽量 尽量不要做 或尽量你快进快出 然后呢 部位说得越小越好 尽量用小台来做 那当然昨天中错以后 你今天 跌升 反弹的契机 是不是相对大了 当大的时候 你昨天如果做一口小台 今天做一口大台 是不是你反弹上来 赚钱的几率 跟获利的一个金额 相对金额就大 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 跟我们的会员 来让他们变得 什么时候该保守 什么时候该积极 都在我的简讯之中 会告诉大家 所以我说 所以我今天才在节目上面讲说 国安基金退场了 得利空 今天会减弱 可是我认为 明天会更弱 所以因为我明天没有连线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 今天 国安基金退场的利空会减弱 可是真正如果要大涨 会是在明天 你今天变成一个 你要提前布局 你要变成提前布局 明天的一个大涨 盘中直稳的话 做多的部位 可以比昨天更大更积极 好 今天在这里 是不是指标出现乖利 这个叫做十分线 我跟你讲一下 十分线乖利 这个叫做乖利 可能会说 老师那这边这个压力 要不要去放空 这个压力要不要去放空 我跟你讲 我没有在这里去放空 为什么 因为这一条是乖利线 这一条是平均线 它已经从原本的 平均线跌破乖利线 跌到乖利线的下方 所以说这边 如果是反弹到这里 只是回到了原本的乖利 复乖利 照理讲要回归君子 是要涨到这里 才是回归君子 这里的点位是多少 是不是8560 8560 我说你做很多的单子 你要去算 如果有空间的话 你就是要续报 做任何单子之前 你要先去算 获利的空间 所以我说 就算弹回原本的君子 这里也有8560 就算你是8400 进场的 到8560 有160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小时线 小时线也出现乖利了 然后呢 底下的乖利在这边 这个叫做乖利讯号 这个叫做君子 所以说如果 你要回到小时线的君子 小时线的君子在这里 是从8400 回到这边8650 哇 那是有200点的空间哦 有200点的空间哦 回归君子就好了 利空淡化回归君子就好了 还有200点的空间 然后呢 一哥的日线 为什么我说还没有正式转空 因为我们在 我们的指标告诉我们 这里是多头行情 然后呢 涨到乖利 它原本就应该修正 原本就应该修正哦 如果你是用波浪理论来看 你也知道啊 从这里开始起涨 是不是从头到尾 没有回档过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回档哦 那现在是不是第一次回档 第一次回档 如果照着波浪理论 他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走 之后再回档 对不对 这里并没有正式的转空 如果照着波浪理论 好 回到我们身上 因为从7700点一直到8700点这段期间 完全没有任何的回档 我当时就在讲了 很多的人你不愿意上车 因为当时玩的人全部都是外资 外资主导了这个盘势 很多的散户你来不及上车的都在等 等什么 等下一波进场 那现在真的下一波进来 跌下来了 原本可能还有780%的股票的散户 还没有进场 那这个时候跌下来 只要某一天 不跌了 利空淡化了 我相信很多的散户会蜂涌而至 把这个指数往上推升 就在国安基金正式退场之后 或者是它这个利空消化掉 如果明天出现一个长红K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是另一波涨势的开始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对于期货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们的小时线并没有正式转空 我觉得明天会比今天还强势 时间关系 我们下阶段来探讨一下股票的操作 我们把时间换给易华 好 等一下还有更多的个股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追求财富自由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台湾第一步 价格MIT 上七月六年台湾这支 很菜很味 拼着最后 新鲜尊荣 尽在国产路荣 追求财富自由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索德尼斯妈咪闺蜜日 宠爱妈咪宠爱自己 两人同行妈咪免费 立即上网搜寻闺蜜日 同样的饭店 同样的设施 但是却是不同的价格 Trivago一次搜寻比价 超过200个店房网站 让您用最划算的价格 定到最理想的住宿 炒饭店 Trivago 索德尼斯妈咪闺蜜日 宠爱妈咪宠爱自己 两人同行 妈咪免费 立即上网搜寻 闺蜜日 台湾第一部 价格MIT 上七月六年 台湾这支 很菜很味 拼着最后 新鲜 尊荣 尽在国产 路容 你们知道声音是因为喉咙震动吗 那喉咙不就会很累 所以要用京都念祠安 琵琶热喉糖来保养喉咙 好吗 京都念祠安 金银花 润喉糖 柠檬草味 新上市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 2506 8911 02 2506 8911 欢迎回来到古海大人家 最近大家一定觉得说 这个标股好难操作 因为涨停板 隔天可能就下跌了 海华哥 现阶段这个股的部分 到底应该怎么掌握 常常都一日行情 所以我觉得最近操作难度 有点增加 我觉得还是你要掌握一个 长期看多的 或长期看空的 我们来做一个长期的投资 我们先来看 我刚刚期货还要再讲一下 出手之前先算获利空间 我们的一个电视上面 所以你说现在要留空单好 还是留多单好 出手之前先算获利空间 所以你如果觉得 现在要留空单 那你觉得叠下去 还有多少点的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如果你当时 你真的如果非常聪明 知道这一个红K棒 隔天跳空开高 然后呢 会在一个最高点这里 你应该是在这里 压力价这边空 在这边压力价这边空 差不多在8800 跌下来 跌到8500 这边是一个支撑 跌破以后可能会形成 一个空头走势 所以我说如果你当初在这里空 就应该勇敢的抱着流仓 跌破空可以 可是会怎么样 风险会比较高 压力空比在跌破空 至少多赚了300点 所以我说你要去想 出手之前先算获利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 当已经跌了400点了 你应该是如果要留 可能你要去偏多做思考 而不是再去追杀空单 这是我对流仓的一个看法 然后呢 我的股票主轴 我认为2016年 会是上 比较看好的是节能 尤其是电动车概念股 我对智慧型手机 尤其是非平阵营的智慧型手机 我是比较看空的 好 所以说怎么样 联发科 联发科是不是非平阵营的 对不对 它在哪里 它在差不多245块这里转空了 所以说你如果照着 它是衰退的产业 你应该是逢反弹放空啊 对不对 联发科这档股票 如果你照我们指标 加上你认同我的看法 是不是就可以在这边 250块左右空 现在收在229 好 这边也是有差不多20块的一个空间 还有一档宏达电 是不是也是智慧型手机 当时这边VR潮得沸沸扬扬 我就说 它一个月要卖240万只的手机 然后你VR10分钟卖了1.5万只 我说这个比例是相当悬殊的 它没有办法去cover它智慧型手机的亏损 然后呢在这边差不多115块出现了一个涨多乖离讯号 你如果认为它是一个长线空头的股票 就应该在这里空 现在剩下70几块 所以回到我们身上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会看到今天的新闻吗 宏达电被调降说剩下50块 也是跟我讲的一样啊 VR可能一年才卖50万只 50万只它一个月要卖240万只手机 一年的卖的VR没有办法达到它手机亏损的一个幅度 居然三月营收还比二月差 因为基本上很多的平概股三月的营收 是比二月成长50%哦 都还跌得稀里哗啦的 对不对 所以说宏达电这张股票 当然就像我当初讲的 在我们的指标这里 你就应该在这边偏空操作了 如虹也是一样 有没有 这边460 470 通通都是压力 最后424也告诉你是压力 反弹到460 这个下降压力线很难突破了 现在剩下400一样 上能下汇 我是不是说我们长元科这档个股 我们长线看好 长线看好 它也是会涨多 涨多以后修正 会告诉你这里有一个价格 37.7可以买 涨起来四十几块再卖掉 43块再把它买回来 然后呢往上涨到九十几 然后出现乖0再把它卖掉 然后跌到73.8 有时候当时有跌到 剩下可能70块 现在就算今天下跌 还是在77块 可是它应该也是要盘整完 盘整完它才有可能再供一波 长元科这档股票 F帽连也是一样 是不是 我说涨上来今天 昨天涨停今天不用追 因为就算非常强势的个股 它以后还是会回档 回档以后 还是会有可以布局的点位 有没有 帽连150.9 当时有在153左右 当时的切入点非常好 切入以后呢 涨到200块 现在当然不用追 因为之后回档以后 还是会出现让你切入的价位 这就是我们股票的一个长线布局 以及指标的一个显示的内容 好 时间关系 想要加入我们的 随时欢迎跟我们联络 我们把时间还给易华 好 今天在这个期货续场 最新的外资还是偏多操作 整体的进度单 4万2000口 更多的分析 怎么样掌握 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